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过不久就让人期待的 复联4就要上映了 在此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届时我们将一睹 漫威电影最重要的一场重头戏 幸存的英雄们开始集结 共同商量对抗灭霸的打击 为了给电影预热 漫威也会阶段性的放出一些线索 同时这些消息也是让各位有名们兴奋不已 这一波就在最近 嘴型的概念海报又被爆了出来 目前海报所呈现的内容 大概就是超级英雄们的现状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如图便是我们的最新海报 在这张海报中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六种颜色的无限宝石 将诸多英雄分成了六等份 同时这其中的每一份都相当有看点 例如在我们正前方的就是旌旗队长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也得知了 随后旌旗队长会根据尼克局长的呼救 迅速赶往地球以幸存的英雄会合 会合之后 这位宇宙最强的英雄将会开始爆发他的全部实力 这次相比紫鼠就必须要吃掉骨头了 蚁人的现状也不是很好 捏把打响手指之后 他就被困在了量子领域 在这里他将会经历无垠的绝望 但蚁人从中逃生也是必然的事情 至于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雷神索尔似乎又和火箭幻熊组队了 这二人在电影中也是相当的有趣 不知道他们是否又有什么搞笑的对话 海报中我们也能看到英雄的新造型 而他的改变似乎也是因为家人的变故 美队黑寡妇浩克战争机器 还在复仇者联盟总部计划着如何挽回局面 而浩克穿上战衣的新造型就十分显眼了 这也是他实力上最大的一次增强 至于战斗力如何就得等到最新消息了 不过钢铃侠的处境就没有那么好了 海报中钢铃侠与星零在一起 不过从最新的消息得知 星零似乎也已经脱身了 而钢铃侠却还深陷在宇宙深处 这个就有点想不通的 面对食物以及氧气上的不足 钢铃侠成为最让粉丝美大欧的角色之一 那么大家觉得谁会拯救他呢 如上这些英雄中呢 大家变化有好有坏 但其实最终的结局也是不可不量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尽情期待电影的上演 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惊喜吧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你认为在接下来的复联4超级雄中 谁会去救下铁人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